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我们在这个点上会因为自己手里的牌 而忽视一些值得你深入探讨的地方 比如如果你手中拿的不是AK 而是一个勾圈炸弧失败 输给了33的抓扎 这时候很多同学就会变得非常的愤懑 然后呢马上转头去跑软件 尝试证明自己勾圈炸弧是对的 33炸弧是错的 如果你也有过这种经历 那么建议静下心来问问自己 这到底是在给自己做心理按摩 还是真的希望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我觉得一个良好的学习观应该是这样的 当我们面对一手牌的时候 就算结果是我们赢了 即便赢了很多 你也可以从对手的整个行动路线里 深挖出更多的内容 比如还是这手离谱的牌 我们虽然很明确的知道 33在这里三条街的抓扎确实有点离谱过了头 但是我们真的又能明确知道 对手的底端抓扎范围是哪吗 是KX还是比七大的对子 还是什么呢 不仅如此 如果我们再往前面两条街看 33在转牌和合牌 他就真的不能跟住吗 如果不能 那么什么时候可以跟住呢 当你的位置不是UTG 而是button的时候能不能 当他面对的是bunch的时候能不能呢 你看在每一个行动上 但凡多问那么一句 你就会发现自己会被自己问到 这其实也就意味着 我们的知识体系上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小漏洞 而我们要做的不是觉得 我赢了这手牌就好了 就OK了 就万事大吉了 而是我们要尽可能的 把这些小漏洞给一一补上 如果说这种GTO式的学习 已经是你的日常练习了 那么我们甚至还可以更进一步去探索 如果我们知道就有这么一个对手 面对我们的连开三枪 一定会跟住所有像33一样的对子 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从我们的翻牌圈 开始就构建我们的游戏策略呢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就能明白 所谓的让对手教你打牌 不是说让对手手把手教你如何正确的打牌 而是在你和对手的对抗过程中 我们需要借由对手这面镜子 来意识到自己 知识储备中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错误的 什么又是夹在正确与错误之间的 那个灰色地带 很多同学可能会觉得 今天的视频也太水了 都是不着编辑的大道理 这些我都懂啊 但是呢 我还是希望强调一句 知道做不到 他就等于不知道 在扑克的学习过程中 我们切记用任何形式的借口麻痹自己 扑克它就是一个和围棋象棋等其他博弈游戏一样 包含着大量枯燥乏味的训练的项目 你没有比别人努力 那么你凭什么赢过别人呢 不过别担心 我们在日后也会陆续制作 手把手教你如何学习GTO的实操视频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些思考与启发 也希望大家能日拱一足 公布堂娟 学扑克找签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如果你觉得每周的视频内容 还不能满足你的求知欲 欢迎参与我们的签算大学项目 更多学习资料 一对一私教机会 高额排手在线授课 速速联系课程顾问语音咨询吧 学扑克找签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